肝臟呢 位于人体的右上腹 肝臟是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肝臟呢 主要有这么几大功能 第一呢 是咱们知道的这个三大代谢 那三大代谢呢 主要就有这个葡萄糖代谢 脂肪代谢 蛋白质代谢 这是人体的能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途径 第二呢 肝臟呢 还有一个能量转换功能 比如说咱们平时将糖原转换成这个脂肪来储存 另外一功能呢 就肝臟有这个解毒功能 就咱们将一些体内一些代谢的废物 然后一些化学物质进行分解代谢 比如说肝臟最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一个党红素的代谢 还有红细胞的代谢 最后一个功能呢 就是一个特异的功能 肝臟呢 可以制造白蛋白 就是白蛋白只有在肝内呢 它去完成这个制造的 并且呢 肝臟还有一个调节血中凝血和抗凝的一个 然后呢 肝臟来的拥地 这些设计真是一个魔力的 鼻炼后 肝臟的一根 协力的性能 然后是冷却的性能 相当的对手 就不抗击一个 两个端的 就是我的党子